作者月牙日本昭和十三年,也就是1938年的5月20日,日本的昭日新闻社出版了一本画报,画报中的图文注释,只有短短几句话,大概意思是,他们在和险城门上抓到的俘虏中, 有一名女俘虏,叫程本华,她的腰带上带有中国女童子军次样,但是日本人没能从程本华的口中,得到丝毫的军事机密,照片中的程本华眼中带着轻蔑的笑看着日本人,从她的眼中看不到丝毫的恐惧,在她的身边有四个日本人围着,还用不同的眼神,上下打量着这位女英雄,照片中还有两个中国人, 其中一位老者像是普通人,另一个男子应该也是位抗战英雄,看她的眼神似乎很担心程本华,就在这几天之后,为了抗战的胜利,年仅24岁的程本华,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,程本华在安徽和现出生, 小时候,的她就很聪明,也很勇敢,当抗日战争爆发后,日本对所侵略到的地区,都进行了疯狂的杀戮,当日军侵略安徽和现实,当地的人民本期反抗,还自发的阻聚起了抗日活动,已经为人气的程本华和丈夫留置意,也加入到了抗战中去, 虽然人民自卫军的人数不多,但是通战斗力很强的日本兵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战斗,在这场战斗中,有很多人都牺牲了,程本华的丈夫也在牺牲的名单中,不久,由于人民自卫军和日军的人数相差太多,再加上缺乏弹药,很快程本华就被日本人抓,住了,日军向来手段残忍,尤其对待被捕的抗日英雄们,但是, 程本华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毒打之刑,而是受到了女性最惧怕的刑罚,为了能从这位女英雄口中得到可靠的军事机密,日军对程本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轮件,但是根据日本的记录,他们并没有从程本华的口中得到丝毫的军事机密,几天后,日军在撤退之前,他们又一次的将程本华轮件了,灭绝人性的鬼子们 还将他们抓到的中国人全部残忍的杀害,这一切,都被程本华看在眼中,他没有惧怕,而是冷冷的,轻蔑的看着鬼子们,程本华的表情让鬼子很是愤怒,当他们要处死他时,他提出了一个要求,就是在死前拍一张照片,于是就有了这张程本华最后的影像, 照片中的程本华,还是以双手环在胸前的姿态向然挺立,眼中带着自信,两体的嘴角挂着对鬼子的面是可对死的无所畏惧,随后,程本华定被鬼子残忍地杀害了,多年之后,当时参与杀害程本华事件,跟日本冰山夏洪一回忆时说道,程本华是让他们感到恐惧的一个人, 同时也非常敬佩程本华,尤其是后来看到照片中的程本华时,他那轻蔑地笑,坚定的眼神都能让他感到心惊胆战。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